來來來 再來再來 親切笑容 貼心為客戶服務 加油站工作 具有一定程度危險性 女性站長並不常見 不過眼前這位 站在第一線的女站長 陳惠滿 又被稱作阿滿姐 可是在民國67年 年僅18歲 就考進國營事業加油站 一做就是38年 回想當初國營事業 為了管理方便 曾有一整個站 最多16位女性服務員 被稱作十六金采 因為我們剛進公司的時候 公司就是看我們都是女生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怕我們好像是 看起來客人覺得 我們好像太柔弱了 那我們就派我們去學柔道 柔道學了大概有三個月 然後有些客人他們知道 就會問我說 你們去學柔道是真的嗎 我就說要不要試試看 我幫你過肩摔 好 謝謝 謝光咧 稍等一下 你待會兒教我 玩笑話說起來輕鬆 忙起來可是一刻不得閒 而女性在擔任加油站員工 確實有辛苦的一面 有時需只晚搬到十點 還需兼顧家庭 剛進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女生嘛 而且我們又比較年輕 都才只有八十九二十歲而已 所以那客人都覺得說 我們看起來這麼自嫩 有辦法做這個 這麼粗重的工作嗎 有的客人還會跟我們 開玩笑啊 或是講一些比較 我們聽起來 有點怪怪的話這樣子 那現在不會了 在這個工作 你就必須要配合 這個工作的時間啊 所以就會跟家人好好的說啊 不要繼續弄到手了 不要受傷 這樣我們阿寶笑起來多可愛啊 有問題就用智慧化解 不過阿滿姐認為 女性在這行有獨特的柔性優勢 女性喔 像我做這麼多年喔 38年了 其實學生很多都幫我 當成自己的媽媽一樣 那我覺得是 因為可能我們比較柔性 會關注到一個客人的需求 或是公讀生的一些需求 我們需要可以幫 隨時可以幫助她 有些人她不方便的狀況 她不方便下車或是什麼 帶小孩子的 我們幫她看一下小孩 對照過去中張投地區 全盛時期曾有20位女戰長 如今包括阿滿姐在內 只剩7位優秀女性 在人來人往的加油站 持續為國營事業加油站打拼 所以這行還可以繼續做下去 當然 還會做多少 嗯 不曉得 如果身體健康 就做到65歲囉 經cycl 頂竹 頂竹 血 血 水 血 倆 血 血